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現在開票結果,福斯新聞已經宣布川普當選了 川普自己也發表了慎選敢言 中國很多媒體也宣布川普慎選 然後台灣的媒體也宣布川普慎選 但根據美國的選務委員會還是沒有開完啦 但基本上99.9%是川普當選了 然後開始一堆小粉紅 還有一些林之草崩潰嗆台灣要交保護費啦 事實上我非常歡迎台灣交保護費啊 當然他說這個保護費有很多的這個形式 具體是什麼 當然還是要等他上台之後給一個詳細的方案才知道 不是說台灣有沒有準備好交這個情況 如果是比較南韓模式或是這個日本模式的話 台灣的國防預算本來就夠付給美軍的保護費 包含先進的美軍來 那美軍來了就會帶他先進的武器駐守台海 雖然他們不賣先進的武器給我們 但是美軍如果要來的話 他必須拿最新的武器 那問題是真的美軍不管是來台灣本地駐守 或者是群防台灣海峽 你中共真的做好 跟美國直接衝突打美國的準備了嗎 你做好對美國軍演的準備了嗎 你做好打S幾個美國軍人的準備了嗎 是吧 你做好讓美軍停靠在台灣港口休息 或是這個休假 每週讓美軍下來台灣消費 刺激我們的經濟了嗎 你做好這個需求了嗎 你做好這個準備了嗎 對吧反而是要問你們做好準備了沒有 難道你們繳納的五險一金 人壽險醫療險這些都不是保護費嗎 你今天為什麼要交那些 今天川普願意戰略 明朗給出台灣這個選項 是台灣立法院 同不同意的問題 是吧 是中共做好準備了沒的問題 當然台灣現在自己的國防預算 跟一堆明年度的預算 非常成功了在今天被擋下來的吼 我們基本的 自給自主的國防都要沒有了 你們還在擔心什麼要不要交保護費的問題 不用擔心我們連自己都快搞死了 是吧 而且美軍 助手的地方啊包含德國日韓 美國也會分擔一些 軍費 因為保衛那些地方美國認為自己有些責任 所以也願意支付部分的比例 如果你說100%壞蛋的話那100% 你自己付就好幹嘛幫你承擔 當然過去是戰略模糊如果他今天願意戰略明朗的話我非常歡迎 起碼你說得非常清楚 保護台灣需要什麼前提需要什麼條件 簽約啦 你只要簽約這個就是美國參眾議員也要認可的事情 總統不能隨便違約啦 是吧而且這個違約這個國際效益 是非常之大的對美國的信用是非常之減滅的 我非常希望有白紙黑字啊 而且台灣今天本身就有這個需求 我不知道你們到底在怕什麼 我求之不得美軍駐台或是來巡防 以前美軍就有在台灣駐軍還有這個巡防台海了對不對 不過區別在哪裡 當初國民黨並沒有支付美國軍費 所以人家可以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但現在如果人家同意你 不管是以哪種形式 只有白紙黑字的簽字條約付錢 這就不是他想說走就走的問題 你合約必須跑完 不是比當時1960年代1970年代美軍在台灣駐軍更有保障嗎 現在你又在擔心什麼呢 所以我說大家很容易去中了中共的以美論 去配合國民黨的那種論調去講話 我們再退一彎步說你平時繳納的稅給政府政府花錢給警察當薪水 是不是一種保護費 是啊 為什麼要浪費保護費呢 你是不是在挑釁小偷 對吧 你門窗都拆掉嘛 你為什麼要裝那些保護的門窗裝鐵窗 你為什麼要挑釁你為什麼要浪費錢做那個事情 今天小偷想要偷你家 他也可以把你的門窗給砸了 沒有用的 一樣的論調啊 那你為什麼家裡要裝這個 保險系統 是吧 而且人家美國憑什麼無條件長期駐守台灣或者是到台海去巡邏 為什麼 難道 你們買保險 保險公司會免費給你保五年三年的醫療險 人售險 意外險 旅遊平安險 然後有機票的那個延遲費的那個險 你通通不用付錢 今天人家說 你必須付錢付高一點 因為我們這個成本也漲了全球物價都在漲 是吧 人家可能要給你漲一點 你就開始罵人家 哦 怎樣你騙我錢啊你是不是想製造更多的意外所以要讓我付錢給你啊 你去跟你的保險公司這麼說你都去 你有種都通通都不要這些通通都不要保險因為這都是保護費 都不要 問題是交保護費的那一方是中國還是美國 這兩個字有非常大的區別啊 我想反問一下粉紅的是 你做好中國商品所有的中國商品被制裁50%60% 然後有的到100% 設置到200%的商品關稅了嗎你做好準備了嗎 這些關稅根據外國媒體的消息透露 大部分的中國企業是願意吸收絕大部分的關稅 那我請問一下 中國企業自行吸收代表 盈利下降 那盈利下降也代表著我的 支出成本要減少 那我獲得那個成本 可能那個 塑膠塑料的那個成本就在那 他降不下來 那我能調的費用是哪裡 不就小粉紅打螺絲的薪水嗎 所以你們小粉紅的薪水 準備好 成為美國的關稅了嗎 做好這個準備了嗎 對於我們台灣人來說 其實不用太擔心民主黨或是共和黨 會不會改變對付中共的方向 不會的 我九月底在美國國會遇見一堆不同跨黨派的對中政策小組 參眾議員 路線 是一樣的 他們對中共的路線是一樣的 對台灣的路線也是一樣的 只是做法不同 但目的是一樣的 民主黨 有點像是蘋果手機那樣 擠牙膏 來對付中共談判 談判不成我在制裁你 先禮後兵 那川普是一次性擠出來 我不給你喘息的機會 所以你可以發現拜登尤其是這一兩年 真的 拜登派出的使者 仿中的使者 中共政府是不是 對比過去前幾年都非常親密 非常的親世 是吧 你們自己去看那個對比 除非你們沒有在做國際議題的研究功課 但我有 習近平知道結果是什麼 他知道民主黨在擠牙膏 所以習近平不怕 但是對於川普來說 習近平不知道川普在想什麼 他很難有對策 他的幕僚很難知道川普到底要幹嘛 所以給出了對策 往往可能 打不中川普的心 雙方談的就是 習近平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所以不要再相信 哪一個舔共的台灣人或是小粉紅說的 民主黨或是共和黨川普拜登陣營的人 會舔共 會隨近 會妥協習近平 不可能 我跟你講這些通通都是斷章取義 那些媒體想要誤導想要讓自己支持的陣營贏得選票 這次我去美國國會兩黨的共識就是 清晰的認知到過去 雖然以為中共 可以民主轉型化 是錯誤的政策 質疑我的人 質疑我的觀眾 你跟我說你也去過美國國會 跟參眾議員 開過會 上台演講過 來 你有這個資歷的話 你來質疑我 沒有的話就閉嘴 我們台灣人要擔心的是什麼 當美國要給出台灣的橄欖枝的時候呢 我們國會會怎麼樣的舔共 會怎麼樣的阻擋 會怎麼樣的出賣情報 會怎麼樣的藉由 我們只關注內政就好了 外交我通通都不要管 會怎麼樣讓台灣人有這個錯誤的觀念 這個是現在進行事 總之美國兩黨的對抗中共外交政策是不變的 基本不變 擔心的點在台灣自己 還有這個國會裡面 你看 馬上這個舔共黨立委 王洪威啊 他馬上就在 嗆 台灣要繼續當美國的小弟嗎 這起來民進黨壓錯保 要壓這個民主黨 要壓共和黨 沒有那是一個誤解 人家兩邊都有祝賀 然後你在那邊造謠斷章取義 那怎麼樣他壓共和黨 又壓民主黨又怎麼樣 美國對台灣的外交政策基本不變 而且拜登是延續川普的政策 我也不知道你在幹嘛 不然這次你們國民黨幹嘛跟民進黨組團去參加這個共和黨的這個 中選會啊 那個黨大會 為什麼你去幹什麼 你去當美國的老小弟幹什麼 然後你們派去那個人還在機場耍大牌 奇怪了 民主黨在位期間 你們也是這樣的觀點 先前川普執政的時候 你們還是這樣的觀點 現在川普重返執政 你們又是一樣的觀點 那我請問 共和黨跟民主黨對於你們來說 你這個論述有區別嗎 沒有區別的話 你到底在講什麼屁話呢 不然你想怎麼樣嗎 美國全面跟台灣 斷開所有的往來 這樣你才開心對吧 這搞笑 中國 想要侵略台灣 中共 想要打台灣 原來是因為美國的關係 是喔 原來國共內戰是美國的關係喔 你有沒有搞笑啊 台灣的經濟與國防得到保障 不都是靠美國嗎 不然你國民黨到底是誰掩護你策略來台灣 來吐賭我們原住民的啊 台灣的十大建設 還有援助台灣人的那些米跟物資是誰啊 是你國民黨嗎 我打一個問號 是美國 你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跟一個難民一樣 還到處搶我們台灣人的土地跟物資 供你們去打大陸的內戰 讓我們的這個錢 多少錢 4萬塊換一塊 讓我們一些土地變成國民黨的家當 包含我家以前在清新南附近的漁場 日本人不敢搶的東西你敢搶耶 王鴻衛還說什麼 川普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但我們的台灣政府呢 對台灣有你們不可能再次偉大 偉大不起來都仰偉了 我們台灣有你們這種亂源 卡一堆預算 讓台灣人推進中共 讓台灣人自我麻痹 讓台灣人覺得外交不重要 跟中國好才是一切的王道 一堆的白手套 人家美國兩黨在外交建立在抗共 的政策之上 你呢 在研究怎麼舔 舔共的姿勢要跪著舔 還是趴著舔 躺著舔 怎麼阻止台灣人提升自己的能力 去拉高中共 打台灣的成本 我拜託啊 那些真的 曾經跟我說過想要改革國民黨 讓國民黨從舔共投降派變成保衛主權下的割派的那些 國民黨忠誠 你們快集體站出來奪權啦 撞背屌啊啦 你們明明也是想要讓國民黨台灣化的 為什麼 不把舔共派站出來集體打倒呢 真的是 要是國民黨是這樣的政黨 根本在台灣就不會存在這麼大的分歧 在外交上大家基本上是一致的 當台灣被中共 在國際上打壓的時候 就是這些藍白的支持者跟藍贏最爽 還跟著中共通敵在罵台灣貶低台灣 奇怪了 人家打壓的不就是你口口聲聲愛的那個中華民國嗎 這個時候你嘴裡喊的捍衛中華民國又到哪去了 今天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母下見了 掰